最近台湾大跳水的AKG-N5005到我手上啦 AKG-N5005在之前官方售价是29900元 看到这个售价我以前就知道说 这不是我能下手的东西 直到最近官方竟然把它大跳水了 卖了9900元 这能不下手吗所以就一定要买个回来试试看啊 我甚至连它里面有什么东西有什么功能统统都不知道 看到培怡就把它买回来了 我们现在先要来看看包装内容物有哪些东西吧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打开外包箱吧 那么打开之前我就看到说 这后面怎么还标了蓝牙的标记呢 我看了看才知道说 它除了一般的有限耳机外 好像还给你一个蓝牙模组 让你可以让它变成一个蓝牙耳机啊 所以功能其实还蛮多的啊 不是就当耳机而已啊 好我们现在就打开了啊 那外面还有一层热缩膜 我都喜欢热缩膜这边只开一个摩子型 这样子然后从这边拉开而已 这样的热缩上面还会留一小段 好那它就从这边抽出来就可以了 好,沒東西了 再又一層盒子 好,應該是從這邊再抽出來 不同方向 這樣子 N5005 這盒子摸起來好舒服喔 好,打開 好的 上面這個就是比較漂亮一點的半透明狀的正直 這有寫什麼嗎 好,一大堆不看 哇賽 哇,這這這這 感覺出來有那個價值啊 嗯 這叫耳機本體 耳機本體 然後上面這一個很好 真的不知道這上面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下面 下面好像是可換的濾嘴 調音用的 這邊這一個呢 應該就是它的細形包包了 下面好像還有一層東西 這一層拿起來之後呢 它底部呢 這個就是它的 應該是說明書的東西 所以這個說明書應該不用看 把它扣回去 然後我剛剛又看了正面一下 仔細的觀察一下 欸,它 它 它有直接寫序號耶 所以我這個序號是 28425號 連序號 包包的殼上面都給你弄序號 好,那這一層拿起來之後呢 底部 哇賽 又給了這麼多東西啊 嚇死我了 這這這這這這 好多種耳塞 哇,還有飛機用的 飛機用的 上飛機的時候這種特殊的PIN 哇賽 Type-C 然後3.5AM的 2.5AM全屏號 還有這個 藍牙模組 這樣的東西 跳水只剩下9900元 還沒聽我就覺得非常值得了 好,那我們回到上面這一塊 那我先來看這個包包裡面有沒有 有沒有 額外送什麼東西 哇賽 皮革的吧 上面就是多了這一個啦 序號這個板子的時候你就覺得 哇,怎麼好像很高級一樣 看一下包包有沒有什麼東西 嘿 嘿,沒有 就是一個單純的包包 好,OK OK 好,那再來我們就來看耳機本體吧 其實 並沒有很大一顆耶 但是它的這個槍體 外面這一個 我剛剛去查一下 好像是陶瓷把它製作出來的 你看這樣反光非常的漂亮 然後上面就寫著AKG 喔 但造型是蠻特殊的啦 我還沒看過這樣子的 好,我現在就把它連接起來看看喔 好,那我就直接選2.5M全平衡的線 那麼在開箱之前呢 我從以前就聽說好像這個 M-CX的頭好像有點問題 就是你弄上去之後 最好就不要再把它弄下來 就不要再換線了 就好像說很容易就會鬆脫啊什麼的 好 來,欸 欸,要怎麼扣上去啊 然後鬆鬆的啊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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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也不要大聲一點點 噢那個聲音之後 應該就是完全固定住了 像這樣的話就OK了 應該這樣就OK了 那麼第一個問題解決了就是把它扣上去 那麼第二個問題呢 好像就是佩戴起來好像會非常的 極大不舒服 這好像也是它的一個問題點 那拿在手上的時候呢 就 整個 跟我一般戴的耳機的那個樣子 就不太一樣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 戴戴看 怎麼塞啊 怎麼塞啊 這樣嗎 欸 喂 好像這樣子而已吧 怎麼好像感覺鬆鬆的 好像會露音耶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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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左邊好像戴起來都會鬆鬆的 好了 那我剛剛試戴幾次之後 我差不多找到一點小訣竅了 就是 放下來之後呢 直接把它往下壓進去 壓進去 差不多就會定位了 找到那個點 好的 那麼整個戴上來的時候 就是這個樣子 很小一個 非常小一個 哇 OK 好的 那麼以它的外包裝介紹呢 它的耳機槍體裡面呢 用了五個單元 一個洞圈 四個洞鐵 哇 就有五個單體在裡面 那麼它的主抗呢 是18歐姆 靈敏度呢 是116dB 嗯 看起來應該是會蠻好推的喔 而且我現在又上全頻的4.4 應該是真的會蠻好推的 那我們所試聽的呢 當然就是用我們的 Sony的Walkman EA Mark II 黑磚二代 來試聽看看喔 好 直接上全頻 啊 嗯 這個聲音也不錯 好的 那麼快速的試聽了一下之後呢 大概知道N5005它的聲音走向了 那麼一開始呢 試聽的是林木雅之的怪物 它有聽了一些女生的聲音之後呢 欸 它厲害的地方 就在於人聲中高頻 那清澈清晰 猶如水晶般的聲音啊 非常的乾淨 我就感覺哇 怎麼那麼的透徹啊 像我在聽 剛剛聽林木雅之的怪物的時候 它前面有一些低音的表現 叫轟的那種聲音的時候 欸 N505它不見了 那些聲音是沒有表現出來的 但是到後面 它開始唱歌的時候 會有那種低音 動動動的時候呢 欸 這時候低音的彈性 又表現了出來 所以它整體的 塑造出來的氛圍感 我認為是乾淨 但是又不失那低音彈性的表現 而人聲又乾淨清澈透亮 像我又去聽了slope loop的 OP片頭曲 還有片尾曲 我又再聽了一次 欸 N5005表現得非常好 聲音真的超乾淨 女聲超好聽的啊 但是呢 很有可能是因為我剛開聲 不到10分鐘的開聲 聲音的過度呢 在人聲這邊的過度 我需要它再圓潤一點 再滑一點 只要再滑一點 它就完美了 百分之百完美 不然這聲音 以它大跳水 9900元來講 根本超級划算 好的那我們剛開箱的時候 有看到這邊 它有附贈好幾個的濾網 濾嘴 濾網 應該算濾網 像它一開始 綠色給你用的是revenge 參考級的 所以就是比較像是監聽型 讓你聽得清清楚楚的 那它上面這一個呢 我看一下上面給哪些 最上面是給bass增強 然後這邊是中高音增強 下面好像就是高音增強 我們來換換看 換一下之後 看它聲音表現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就是把它的耳機塞呢 把它給扒下來之後 它的這個濾嘴的部分 濾網的部分 直接用旋轉的方式 好緊喔 對 旋轉的方式把它轉開來就可以了 簡單就能更換了 哇 那麼經過我的試聽之後呢 我比較喜歡的是reference 跟中高頻的這個濾網 那麼先來跟大家講 低頻的這個濾網 低頻濾網又放上去之後呢 螢幕啞之怪物的 低頻跑出來了 但是整體的聲音呢 就變得比較悶沉一點 我就 那這樣悶悶的之後 就失去它N5005 原本應該有的風味了 就是那清澈透亮的聲音 不見啦 風味不見之後就覺得 嗯 這低頻的濾網 不適合我 那麼我就直接換去 高音的這個濾網之後 欸 欸 低頻變得比較少 亮非常亮的上去 但是 有點太自我奔放了 變成說 亮的有時候會亮的 有點 不受控制 我就 嗯 這好像也不太適我 反而是在我在聽reference 跟中高頻的時候呢 取得聲音的平衡點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這兩組耳塞 這兩組濾網 好的 那麼知道 可能有一些新手 或是我們剛剛新入門的人 趁著這一波 就直接入了我們N5005 但是 訊源該怎麼辦 我該選哪一個比較入門的訊源 就可以把聲音推得不錯 那麼我剛剛試了幾個 欸 我比較喜歡的聲音就是 從 這一個 狂派 plus to plus 它的推力非常的足夠 而且 低音會推得非常好 當我弄下去N5005的時候 欸 原本透徹的聲音還在 又能有大推力 再加上它的低音的加持之後 聲音會來到一個非常剛好的位置 那麼如果你使用這一個呢 FILL的KA3呢 它會讓 中高頻的聲音 解析力會再更上一層樓 會更像水晶感 非常非常的透徹的聲音 那麼低頻的聲音 它也表現得不錯 那麼另外一個呢 就是 山林的UA5 如果你的手機供電不行的話 山林的UA5裡面自帶電池 它可以幫助你 不需要從手機太多的供電 就能推出非常好的聲音 而且它在人聲的部分呢 有稍微打磨過 聲音會變得更圓潤一些 那麼這三個呢 都是我比較 比較入門 我比較推薦的啦 如果再上去的話 那當然你要上DAP 上更好的訊源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那麼如果入門來講的話 這三個選擇 我剛剛試聽過 配N505 都是非常搭的 好的 那我們最後來總結一下吧 AKG的N505 說真的 要不是它今天跳水 以它原本29900元的售價 我是非常難下手的 但是它今天跳水之後呢 我非常開心 有去買它 這副耳機 它聲音最大亮眼的部分 就在於中高頻聲音 乾淨透亮清澈的感覺啊 聽女聲非常的棒 整體的聲場呢 其實並沒有非常的廣 我認為反而是比較窄比較近的喔 但是它聲音分立的呢 還是分得非常的清楚 低頻並不會那種轟轟的感覺 但是該要有彈的地方 它又彈得非常的好 嘿這就很厲害啦 那麼四種濾網裡面呢 我最喜歡的就是 Reference 跟它中高頻的濾網 如果是那個低頻的濾網 或是那個高頻的濾網的話 那我就覺得有點太過頭了 那麼我有一些東西呢 並沒有來嘗試 就是在這個底部的地方 你看它送這麼多東西 還有這麼多的耳塞 還有這個轉接成飛機用的轉接頭 還有這3.5M帶線控的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藍牙的 這個部分呢 唉就你們去玩吧 因為光用它這個2.5M全平衡的部分 就讓我非常的滿意了 我以後也只會用這個部分而已 其他部分 唉有買的你們自己去玩玩看啦 如果你們還買得到跳水架的話 一定要去買 好啦 那麼以上呢就是本次的開箱 AKG的N5005 跳水真香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放在幾個 intervene 來講吧 那幾個就能夠 這樣看 真的 那幾個就能夠 我可以